不知道大家对阿尔巴尼亚 这个国家你的印象是什么 也许你知道它的GTB不高 或是人民多数信奉着伊斯兰教 又或是语言虽然是印欧语系 但是跟着周边的国家 它的语言好像没什么在这边关系 那总之台湾对阿尔巴尼亚的了解 不算是很多 甚至可能是没有 但是在阿尔巴尼亚的首都迪拉娜 却有一栋楼 它叫做台湾中心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196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当时的苏俄争夺了共产国际主导权 因此交恶 在共产国家之中 阿尔巴尼亚是唯一东欧一面倒支持中国的国家 这个支持中国的决定 不仅让阿尔巴尼亚被苏联跟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 只能仰赖中国的援助 这也成为了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之一 虽然中国在1950年代1960年代呢 给予远方的好友大量的援助 但在1960年代后 这两国的关系慢慢就出现了裂痕 在这种情况底下 亲中的阿尔巴尼亚仍然在1976年 在联合国大会中提出了2758号决议 这促使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的中华民国 成为了联合国中国的代表国 导致成最后中华民国退出了联合国 而这个决议呢 也就是后来我们都很熟悉的排我纳斐案 那阿尔巴尼亚刚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了这个联合国 隔年呢 美国的总统尼克森就访问了这个北京 这令当时的阿尔巴尼亚呢 他认为中国在走革命的回头路 美国当时在越战吃足了苦头 那他需要中国来牵制这个苏联 那对中国来说 与苏联当时的较关系恶化 也需要与其他的强权 来建立合作的关系 所以中美关系的和缓 已经是必然发生的事 但是这个历史的背景底下 关于台湾中心的命名 他就有两个说法 一种是中阿关系恶化之后 把这个地方改名为 当时中国的敌人台湾 但是这个说法呢 比较偏向于谣言 那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 当时的阿尔巴尼亚人民 不喜欢共产体制 也不喜欢政府亲中的政策 所以就约在这个广场聚会的时候呢 就会唱反调的说 咦咱又离这个台湾相近了 渐渐的这个地方 就变成了台湾 先不管他为什么取名 叫台湾 不重要 但是台湾中心里面 的台湾餐厅 都不是买台湾菜 不太科学 完全不科学 那中心都已经叫台湾了 对不对 所以 是不是啊 正是一个宣传台湾的好机会啊 那大家趕快 一个人一倍 想让观光处 等这个台湾中心里面 来开一家 珍珠奶茶的店 也好啦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阿尔巴尼亚的首都迪拉纳 这座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内 林荫大道啊 两旁有不少是1930年代意大利占领时期所新建的美帝建筑物 大道两旁伶俐的是意大利散松圆球形的 散松的树形呢 非常的优美呢 洋溢着这个南国的情调 阿尔巴尼亚国旗上会有一只黑色的双头雄鹰 研制15世纪 抵抗奥图曼土耳其帝国 入侵的领袖斯坎德培的徽章 所以雄鹰是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象征 故此呢阿尔巴尼亚也有三鹰之国之称 进入迪拉尼亚市区随处可以见到这一只黑色的双头鹰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呢 这个就是台湾广场啦 也就是我头像你说的这个故事啦 你印象当中的阿尔巴尼亚 该是什么模样 是一个欧洲 不知道在哪里 他想的很散的国家 还是电影中的画面 充满着坏蛋抢匪凶神恶杀的国家 也不知道是哪里有这个英雄啊 问当地的人呢 大概也只能一笑置之啊 这这事情啊 更加一个改水啊 也很难解释清楚 你只有亲自走一趟才知道真正的情况啊 其实我已经是不止一次啊 造访阿古首都迪达纳 但这个巴尔干发展最迅速的首都啊 几乎每一次的造访 每一次呢都是有好多的惊喜 斯坎德培广场啊 命名于1968年啊 用于纪念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英雄 斯坎德培 那斯坎德培将军呢 于1443年领导阿尔巴尼亚成功 抗击了奥特曼土耳其 被尊为民族英雄 在我们的印象中呢 欧洲是近代发展最快的地方啊 现在也是全世界最为富裕的地方 因为大部分都是以开发国家 但是其实欧洲也有穷国 阿尔巴尼亚 嗯就是 但也不是欧洲最穷的国家啊 但是这个国家真的不算富裕啊 在欧洲所有国家中 也算是比较贫穷的存在 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 面积有2.8万平方公里 人口有300万人 弹期表达的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